请部长贝勋 免试入学的条件 将助长国中生 功利主义 担心白忙一场 最后失去的会比得到的更多 对于马总统母校的校长 身为全国第一名校的校长 陈伟红跳出来反对教育部 反对马总统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我刚才谈的 就是说其实建宗得天下英才而交之 可是我更希望看到 建宗是把天下的 所有人交成英才 我觉得他应该要这样的一个思考 就是说我们过去的 形成的这些所谓的明星学校 我想当然是历史的原因 就这样形成的 可是其实看到了 他是有非常 可能很多很好的学生进去的 那我希望现在看到 就是说他应该把这个努力 更进一步的去思考 不管什么样的学生 进到我这个学校 我要把他交成英才 所以我相信这些高中 我也用同理心来看 我觉得他们当然有一定的危机感 未来的这个免试的比例 可能逐年提升以后 他用过去的这个方式 可以取得他认为最适当的 适当的人来教 这个情况可能会受到冲击 可是我很期盼他看到 就是说要有这个努力 有这个决心 他可以把这个学校 用特色的角度办得很好 让他不再只是说 好吧 我就是要用 要招到这批学生 留点时间给我 因为我的问题实在很多 很多的家长希望我代为转达 我不管我的母校校长或 马总统母校建中校长 他讲的理论对不对 但最起码有一点 他讲得很对 会不会十二年国教 助长了国中生的一个功利主义 现在很多家长在谈到的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电灯掌 插板掌 盖掌掌 搬便当掌 为什么 这就是反映了十二年国教 你的不确定性 造成了家长的航空 造成了学生被家长带的往功利走 您知道吗 谢谢 这才是最大的一个原格的抹杀 对 所以我说我们必须努力的 要把我们的高中都办好 我们现在至少现在的规范 是在103年 有80%是所谓优质高中 我希望比例更高 当我们的高中 普遍都是优质的时候 这样子要去思考说 一定要进入某一个学校 作为我第一志愿的 这种思考会变得比较少 如果大家 其实跟委员特别报告 如果所有的人 还是就看待这个学校 一定要进这个学校 那我们再怎么推任何事情 其实是不可能的 我也不愿意用一个 用一个只是一个工具的方式 超额比序 比序项目越少越好 越简单越好 我只有做这个要求 同意 但是接下来 我就要讲一个非常矛盾的 尤其我们次长 陈次长 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感触最深 因为在15年前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所谓的 这个非典型的 一种自主学习的时候 我就跟我们的次长 当年在教育局 做科长的时候 就有一批家长 我们选择了 木扎有一个 即将要废校的学校 就在办自主学习 办了这么多年 最后的感触很深 是今天 竟然面对的是一个 让我觉得非常困窘的一个处境 在引用马总统 跟部长您所讲的话 教育是一种终身学习 无需一昧追逐 共同的第一志愿和明星学校 这也是12年国教 最重要的精神 但是现在就有一批家长 他们就是因为 不认同这种单一的价值 所以他们选择了自主学习 他们没有享受到 任何国家的照顾 乖乖的缴学费 而且家长付出的心血 比任何人都多 而且经过努力以后 他们三年证明 他们可以考上大学 最后不能入学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们不能够通过 高中学历鉴定 你知道吗 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个矛盾 部长 我要把这句话一定要讲完 当年我跟次长 共同努力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孩子 这些家长是有理想 是国家最大的希望 他们就是因为觉得 这个单一价值是不对的 所以他们逃离了 逃离最后的结果是 定他的生死就是 你要是回过头来 接受我的单一价值 考过这五科 你才能上大学 拜托啊 大学都考上的人 经常不能通过高中学历去鉴定 这是什么样的教育部 谢谢 这个陈委员的这个指证 我会深自检讨 确实这是一个 跟我刚才讲的理念上是冲突的 我刚才特别谈到 我希望看到每个学生 都进入他的第一志愿 他就是进入他的第一志愿 那既然他选择自学 是他的第一志愿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完全符合我这个思考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过去的作为 过去的限制 让他因为不能去考 鉴定考试 而且不能去考学测 那这个其实是不理想的 所以我刚刚讲了 我们已经在部内 已经做了检讨 至少先技术性的先做了一些作为 你要做什么时候救他们 部长先跟你讲 对 我一直坚持一个理念 你也跟我一模一样 对 什么事情失败都可以重新来过 对 只有孩子教育失败了 没有补救心 完全同意 现在这一批孩子 对 有人已经考上大学 对 但是就是因为不能够通过高中学历坚定 对 有人因为这样子 很多人学历条件 甚至他的学习态度 远远输过他们 好 但是可以进大学 好 这批人不能进大学 有人因为没有通过高中学历检定 考上大学 现在要进 要去当兵了 好 还有人 因为小时候提前入学 因为很聪明 但是因为未满18岁 所以他不能够入大学 拜托 部长 这是什么教育部 这是我今天问第二次 好 什么教育部 好 谢谢这个陈委员的这个指证 我想我也在这边答应了 我刚刚也跟 跟林委员我也特别谈了 我希望能够在一个月之内 能够我们邀集地方 先生 因为也都相关 大家共同来一起讨论以后 定出一个新的一个规范 这个规范一定充分的尊重 自学的这个权力 而且他从权力义务的所有的配套 我们会做一个全面的检讨来做处理 这是我想 因为我刚刚讲 他跟我的理念是完全符合 完全符合的概念就在于说 既然这是他的第一志愿 为什么我们不让他的第一志愿 既然又在我们学制内已经有了 让他可以快快乐乐的去做发展 我同意 他们就是12年国教最好的典范 不追求单一价值的人 结果你让他们做烈士 放在中列词 说你们为12年国教牺牲 你要让他们做国父 因为他们代表了12年国教的成功典型 你知道吗 谢谢委员 我一定会来努力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想教育部 真的要认真一点 我想我们会很认真的来做思考 也跟地方县市政府共同的协商 能够让这个事情用最圆满的方式来做处理 一个月 一个月 好不好 这一点 部长 谢谢 您工程师说话 说到 工程师就是要把工程完成 谢谢您 这一点谢谢您 谢谢 好 那接下来就谈幼教整合 这跟我们两个都无关 这个法令通过的时候 您不是部长 您是校长 我还在谋职当中 现在两个我们看到 这个幼教法通过之后 您知道吗 现在台湾的幼教界已经乱成一团 部长 本来幼教界里面是最协和的 孩子看到的老师 是比父母还要亲 因为这些老师陪同孩子的时间 远远超过父母亲 可是今天我们通过的幼教法 他也许利益良好 但是离现场状况太多 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做参考 好 谢谢 第一个 我们确立了一个制度 没有错 有人做园长 有人做幼教师 有人做教保员 有人做助理教保员 因为你的学习的过程 我给你了一个不同的阶级 也给予他不同的责任 也给予他不同的薪资 这是好的理想 但是你的孩子已经很大了 你不知道现在现场的人 不管是幼教师 教保员 助理教保员 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 但是你马上让他面临到同工不同筹 老师情何以堪 他会觉得我比较不如人 开始本来说我孩子的事情 我愿意全揽 现在说这些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因为我薪水领的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不要做 就因为这个法律的通过 马上在我们的幼儿园里面 就产生了同工不同筹 产生了阶级对立 老师不再每天笑容满面 老师每天愁容满面 孩子看到的比父母性还要多的脸孔 竟然是这样的脸孔 你觉得我们的幼教有希望吗 对我想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制度的建立 当然也是一个改变 这个改变当然一定会造成冲击 也会对于我们的老师 对于我们的教保员 对于我们的家长 对于我们的学生都会造成冲击 可是我想他大的方向 我想委员也应该同意 这个方向我想是对的 我们从政府也会投入实际的资源 从环境的改善 从各方面 从教保人员的这个名额 各方面会去做努力 所以这大的方向 我把问题抛给你 所以我们最近在修教保人员条例了 刚才这个陈立委的这个意见 我想我们会纳入这边来做考量 这是十五 第一面就产生了阶级对立 第二个 资深真正有爱心 而且会照顾孩子的老师 他现在不能工作了 对 尤其幼稚园的 好 是立即马上就地政法 对 因为他连补救机会都没有 谢谢 我想我们 那么 有念好书的孩子 这些幼教老师 有学历 有症状 但是拔死表尿就是不会 尿布也不会换 可是他可以工作 让有经验的 有爱心的 但是因为过去历史的 好不好 共业吧 这批对孩子真的好的 带过很多孩子的 竟然现在就立即失业 而且最可悲的是 他们是真正可以带孩子的人 现在不会带孩子了 只有一批充满 学理理论的人 要去照顾孩子 这是我们的现场第二个状况 对 知道吗 这个我想我也做了一些了解 因为我也请同仁跟我做了简报 也看了 我们如果他是具有公务员资格的 这个保育员 他其实他的 他还是持续当保育员 这部分是没有问题 有一批约聘雇的这些 根据劳基法的规范 他也没有问题 现在比较大的是 有一批可能是 是用代理的方式的 这一批我们也在做检讨 其实跟地方政府协商以后 其实从适用的法规来看 其实他们还是某种程度获得的保障 所以你不过 您刚才特别 我特别重要 我其实没有完全回应到 特别重要就是说 怎么样把这些 已经投入很多的这些老师 他其实是能够持续 能够还在职场上 能够发挥他的成效 我想用同理心 我常讲 您提 您刚才就是用同理心的一个方式 提出这个思考 我会愿意把这个问题做一个 其实我已经做了初步的了解 我会做一个更完整的了解以后 提出适当的方案 让这个事情 冲击一定是有的 你做一个改变 不可能没有冲击 好对不起 我今天对你实在很好 你看我让你讲 我很多话都来不及讲 不过我还是跟你讲了 包括现在幼稚园跟托儿所 互相在抢学生 公立幼稚园 幼儿园也在抢学生 再碰上少子话 再加上教育部的评鉴制度 我有很多的话要说 但是我提醒部长 我们都是新的 对 这个诱照法是好的法案 对 利益很好 谢谢 怎么让它落实 好 我想我们一起来努力 OK 好 谢谢部长 好吧 这是我期中考的第二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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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